這裡是香港電台 《民間故事》 《施工案之宜》 《黃天壩下山》第五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蘇婷之編劇 劇中人 由歐聰飾演施工 洪梁石飾演關小勢 李在堂飾演胡可蓉 洪德成飾演喬三 曾永強飾演王龍基 李學斌飾演王天壩 顏國良飾演朱光祖 《黃天壩下山》第五回 現在開始 《黃天壩下山》第六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狗賊,你仍是伺着本领高强的欺人派审 我王栋不会怕你的 我本死也要抓住你,看刀 王老大,我来啦 你交给我啦 好,华大哥,你来得了 我三个好累啦 你不要走,我三个好 华大哥,你小心 你小心啊,乙龙已经杀死了李军的 你放心啦 我已经将安政方的军事捉住了 乙龙,我今天要替李军报仇 你幼稚呀 原来你捉了放军事的 我刚刚想找你 乙龙,今天我何天堡捉不到你 不是好案 好,来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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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堡,你见不见天堡他们的情形 看得很清楚 我们用火把灯笼周围照着 如今黑夜都变成白昼 所以那边天堡哥和乙龙他们撕杀的情形 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好彩我们踏不起这个架 那么周围的情形就可以一目了然 对啦,天堡他们怎样 如今天堡哥和乙龙杀到难分难解 那你认为天堡可不可以打败杀人 大人你放心 天堡哥如今刀法御神 刀光四人 而乙龙好像已经出尽全身本领 只要看不需要多久 天堡哥就会收拾乙龙的了 你放心 那便好了 本官眼力不太好 谁和谁打根本就看不清楚 大人,如今乙龙已经败退 他掉转马头走了 真的吗 是 糟了 看乙龙的举动好像想施放暗气 什么 施放暗气 是 什么暗气 乙龙的看奸暗气叫做飞爪 糟了 他果然施用他的飞爪 那如今怎样 怎样 天堡哥一不留神被乙龙和飞爪打中了 打中了 是 乙龙的飞爪在三十步之内百发百中 天下间任何英雄好汉 只要被他的飞爪抓住就难以脱身了 那如今怎样 我看天堡哥一定是报仇深切 所以飞马穷追 才会中了这种鹿林有名的利害暗气 好 好 如今他没跌落马 真的吗 天堡哥一刀将抓住飞爪的绳割断了 糟了 乙龙还想刺杀天堡哥 那 那天堡他 慢着 大人不用急 黄道在那边带人马冲过去救他 看来 黄道不是乙龙的对手了 要不要派人去帮他 乙龙见很多人杀到 他就立刻拉马走了 大人 我们快去看看天堡的伤势如何 我的天堡 诶 那 诶 我去死了 嘿 我喂你 你們大家小心, 還有一道官兵 小心點 六哥, 我們個個打得很累 不能夠應付他們的車輪戰 真是古惑到, 他們有這麼多官兵守創 不, 接下來又是黃天白 是, 我們要走了 各位兄弟, 我們走了, 再打 黃東 黃東, 天寶哥他怎麼樣 黃大哥, 黃大哥在這裡 你過來 天寶哥, 天寶哥 黃大哥, 賀大哥的傷勢也挺重要的 快扶他回去 是, 他受了傷不能騎馬 還是找幾個人抬他回去 好 小心點, 你們小心點 人家, 快點放天寶睡在這裡 小心, 大家小心點 馬上找軍醫來 天寶哥 天寶哥 你怎麼樣 大人, 黃大哥 黃大哥, 黃大哥 黃大哥, 黃大哥 和乙六交戰的時候 乙六不夠打, 就想拉馬走 黃大哥因為, 一心要為李進報仇 所以就拍馬追前 想不到那個乙六, 會拿暗氣出來照面打過去 黃大哥, 黃大哥 方才的事, 我們在高台之上已經見了 唉, 為何軍醫還未到呢? 天寶, 軍醫快到了, 你忍耐一下 天寶哥, 你覺得怎樣? 大人, 天霸現地, 我真的沒用 不是, 你不是沒用, 本官已經知道你盡力了 是啊, 一天都是那個于陸用詭計, 他出手太狠毒了 天帝, 我知道, 我知道我這次都是不行的 你別這樣說了, 天寶哥 雖然你面門中了飛爪, 不過我看不會很嚴重 沒錯, 軍醫一道, 只要止了血就沒事了 是啊, 本來, 本來我想為大人捉了于陸, 但你還報仇 你不用說了, 你安靜點休息一下 是啊, 這處的事, 你不用擔心 至於于于陸, 我一定會為你殺了他報仇 我一定會為你報仇的 你真是我的好意 天寶哥, 你怎麼樣, 天寶哥 黃大哥, 你放心吧, 賀大哥他暈了, 你不要難過 賀大哥他怎麼樣 軍醫來了, 軍醫, 你快點過來救他 知道, 黃棟, 你快點帶我去找于陸, 如今他去了哪裡 呃, 大概還在倉庫的東面吧, 不過去了很遠 行了, 大人, 麻煩你照顧天寶哥, 如今我就要去追于陸 好, 不過小心點, 凡事不可以心急 知道, 卑職知道, 卑職告退 黃棟, 你這匹馬還捱得住嗎 捱得住的, 黃大哥, 你看看 前面有這麼多塵頭, 好像于陸就在前面 是, 好, 我們快點追過去 好, 起 嘿, 黃大哥, 對了, 那個就是于陸了 于陸, 你這個奸賊, 你別走啊 我黃天花來殺你 你也不敢來, 師弟的人已經捨了我槍 你這個無恥小人, 震災的糧草你都要見 今天遇到我黃天花, 我一定要洗出我漢家本來對付你 黃大哥, 你用飛鏢打他 沒錯, 于陸, 開鏢, 起 黃大哥, 于陸被你的飛鏢打中了, 掉了落馬 人來, 快點上去, 把他綁住 你們跟我去追拿他們 西北角那邊搶起一陣螺聲 照看賊人打雪在那邊逃走了 是呀, 黃大哥, 還有于陸他們沒有抓到 我想他們如今就在那邊 他們知道不是我們的對手想走都不定 黃東, 你帶同人馬去西北角那邊 讓我把你的賊手戒回去 好呀, 你帶我來 位做, 走 等他們來 好,就停在這裏 他們如果想回去,一定要經過這裏 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們 一定可以截到他們 是,如今於六和方軍師都被我們捉了回去 只剩下於七一的人 不過據我所知,那個於七亦很難對付 他都很有本領 我也知道,關大哥 不過你也知道這次他們的人 打傷我們何大哥,又殺死了李俊 如果讓我見到他們 我就算不要命,也不能放過他們 我看,若他知道於六已經被我們捉了 那於七一定知道大勢已去,會走入山 那當然了,如今我們就守在這裏 等他們的人馬來 黃老弟,你有沒有把握對付於七? 那我未曾正式跟他交過手 不過我不會輕敵 那就最好了,聽他們說 那個於七和於六的武功不分百中 黃老弟,你看看 來了,那些賊來了 行了 大俄山的狗賊,你想走去哪? 什麼?我們在這裏等了你們很久 你是不是愚七? 沒錯,我就是愚七 如果我想上山,你們站在這裏幹什麼? 上山?我們是要來抓你的 這裏就是你撞身之地 你笑話 我愚七要上山就上山 你們是什麼人敢阻攔我的虛弩? 是不是愚七?愚七 你們這幫鼠妹還不快氣刀投降 嚴命長的是你們,不是我的 沒錯 你知不知道你哥愚六 放軍師他們已經被我們抓了? 你一個人還想走是嗎? 豈有此理 好啊,不要說那麼多 你們誰敢來跟我交手,讓我教訓你們 看來我們這裏的人,不是愚七的對手 好漢不吃眼前規,都是先下手為強好的 人們,大家準備放箭 放箭 黃老弟,你中了我們的冷箭了 好,我們過去抓住他 好 好 糟了,糟了 為了我們的火馬,是不是都關掉了? 大家快點點回去 糟了,糟了 愚七走了那邊 剛才一陣狂風,取消了我們的火馬 愚七趁這個機會馬上走了 黃老弟,我們快點追他 不必了 為什麼? 關大哥 看來這些是天意 這七今晚是命不該絕的 如果不是天意 怎麼會突然之間有一陣狂風 連我們的火馬都催熄了 如果不是這樣,他又怎麼可以帶傷而逃? 這就是 你看看 北山那邊一片漆黑 今晚又沒有月色 滿天烏雲 我們又不熟路 他去了哪裡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追到他回來呢? 不過這樣啊 方才他中了我們的冷箭 我們… 我相信不是射中他的要害 如果是射中他的要害 他不可以騎馬逃走 好 既然是這樣,我們唯有回去 關大哥 你帶大家回去 我不想回去 什麼 你不回去? 為什麼?黃老弟 今晚的事,令我內心很慚愧 初時李進和他們交手的時候 我又幫不了他 令他被于陸殺死了 後來何大哥又為了救我 中了于陸的暗器 如今還身負重傷,生死未卜 兩軍交戰 死傷就在所難免 你何必自救呢? 不是,好像方才於七那樣 本來我可以抓到他回去見黃大哥 但又被他逃脫了 你說,我還有沒有面目回去見各位兄弟和大人呢? 黃老弟,這些是誰是你的錯呢? 這些是天意來 我相信大家都會諒解你的 你還是不要走 關大哥 我已經抓定主意 你不用勸我 你們回去吧 不如你跟我回去 見過大人和黃大哥 和他們說聲才走 我不回去 拜託你回去和我向師大人和黃大哥說清楚我的心意 請他們原諒我不辭而別 黃老弟,你… 不用說那麼多了 關大哥,各位兄弟,後會有期了 黃老弟,你打算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 總之以後我打算隱居山中 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 你們不用顧我了 你… 好了,既然你一定要走,我也不留你了 後會有期,請 來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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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職拜見師大人 師大人 天堡哥的仇人於陸 我已經抓了他回來 天霸 有說話慢慢再說 如今何天堡傷勢嚴重 甚麼? 你進去? 你進去看看他 那我馬上進去 就在屏風後面 我和你去吧 你看 天堡傷勢沉重 意思說已經無生望了 如今他還有少許氣息 你過去看看他 天堡哥 你怎麼樣,天堡哥 唉… 天堡哥 天堡哥 我已經把於陸抓住 為你報仇了 天堡哥 你見嗎? 他在說話 他已經聽到你說了 但仍然閉上雙眼 天堡哥 天堡哥 你有甚麼話就直接跟我說 天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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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不會的 天堡 不管怎樣也好 天堡哥 我們一定會盡力救你 大人 我的遺體 請你和我… 和我混為家中 我… 我… 我兒子人見 天堡 請你們照顧他 你放心吧,天堡哥 唉… 我們是好兄弟 一切我都會辦妥的 至於仁傑 他是我的兒子 司大人跟我絕對不會代搏他 我… 天堡哥 我… 剛才一節 民間故事 司公案之宜 王天霸下山 第五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蘇婷之編劇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在此 我請你 要來 我… 我… 我的天堡哥